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二十四集 断头刀 别提了 我觉得基本无法挽救了 就这么着吧 这么严重 建公尊到门前了 赵普对展昭和白玉堂使了个眼色 做个实验给你们看看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 然后就见赵普伸手摸了摸公尊怀里小四字的脑袋 公尊话还没说完 小四字伸手一捂他嘴巴 那顺手的显然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 公尊眨眨眨眼 瞪了赵普一眼 抱着小四字到另一头去了 倒茶润嗓子 赵普再回头 就见展昭 白玉堂 外加 欧阳 邵征三人表情统一都是一脸震惊 赵普挖着头走了 紫颧凑上来 提醒两人 那什么寿 雍医 百无一用事书生 都是静语啊静语 说了呀 后果不堪设想 展昭和白玉堂 一起点头 欧阳嘴角抽了抽 传说中的神医不自医吗 难道公孙记恨到现在的 不是那什么断腿的士兵 而是因为王爷说他坏话 子影和哲影外加上 跑来找展昭玩的小四子 一起点头 就是这么回事 这时 公孙喝了茶 像是想到什么 跑了过来 众人赶紧今生 一起笑眯眯给他行礼 对了白兄 刚才你们给我那个 放着人头的盒子 我给你的 展昭举手 白玉堂看了看展昭 我让公孙先生咽一咽 已经成了枯骨 怎么咽了 那位死者死的时候 大概二十岁左右 还很年轻呢 病死的 公孙说着话 白玉堂的眉头 就皱了起来 先生 你确定言对了 你怀疑我的医术 没有 没有没有 展昭连同白玉堂 一起摇头 公孙脸色缓了缓 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张尺来 上面画了一个人的头像 那 这个就是那人的长相了 我听展兄说了一下 那位杨采生的情况 觉得不像是同一个人 哎 你是不是被人骗了 白玉堂 白玉堂接过那张画纸 看了看 有些不解地看着公孙 只看骨头 能画出脸来 能啊 人的长相是头骨决定的 有一整个骷髅给我 我自然能画出来 不敢说一模一样吧 不过 八九不离十 最多 稍微胖点 瘦点的区别 别管胖瘦 就算他加上十岁二十岁 也不是杨采生 谭金说当年杨采生 没被发配边关 他也不知道他死了没 会不会是真的 那杨采生的媳妇 为什么死前 跟我师父说这番话 还带着颗人头来 展昭义总监 这个就不知道了 这时 众人就看到包拯 对着他们招手 那意思似乎是 谭金要准备说了 于是众人都聚拢过去 耐心听 其实当年我会去偷刀 可以说是鬼迷心窍 也可以说是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 莫非有人逼迫你 不是有人逼迫我 是有东西在逼迫我 东西 什么东西 谭金跟众人 讲述了那一段 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往事 谭金的爹是个武将 喜欢刀 因此 谭金自幼也喜欢刀 长大后到处收集 但是他虽然爱刀 可没到成瘾 或者爱刀如命的地步 直到有一天 他无意中得到了一把弯刀 一切从此改变了 谭金在一次西行的时候 途经一个小树林 见里面有人打斗 不少黑衣人围攻一个女子 你们快去帮帮那个女子 是大人 还不愧住手 那女子似乎受了伤 渐渐不知 眼看着官兵来帮忙 那些黑衣人赶紧跑了 可奇怪的是 那女子竟然也跑了 这让谭金有些不解 不过江湖人的事情 谁搞得清 他也没追究 想离开却发现 地上有一把刀 那是一把样式极独特的弯刀 刀身像是一轮弯月 古朴的黑色皮套上边 暗露着繁复的花纹 刀柄是上好的阴沉木 和刀鞘的皮质 相得益彰 弹心用力 将刀拔出刀鞘 就感觉一阵红光耀眼 惊了一跳 大人 这刀是不是生锈了 其实猛一看 的确有这把刀 已经生锈了的感觉 此弯刀形状怪异 心月形状却没有刀尖 刀身锈红 像是锈技 但是刀身表面光滑异常 谭金一眼就认出 这是把宝刀 这刀并非是被斩断 而是本身就锻造成了 半个心月形 此刀并未深效 是把断头刀 断头刀通常不是用来战斗的 而是礼物或者纪念用的装饰刀 这种刀不带刀尖 为的是表示它不代表杀戮 按理来说 断头刀都不会开刃 可这把刀不但开刃了 还十分锋利 谭金不知道这刀是谁丢下的 等了一会儿没人会来取 于是就先带走了 还是那句话 原本的谭金虽然爱刀如命 但不是个贪得无厌 没有原则的人 他一直在等候那刀的主人前来领刀 还派了人在林子附近等待 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刀的主人没来 谭金本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本的谭金温文儒雅 可那几日 不知道是没休息好 还是水土不服 总之 人变得有些凶悍 不如以前那么亲切了 谭金有时候自己都会觉得自己有问题 渐渐变得暴力贪婪 而且总是会做噩梦 另外 他只要一看到刀 就没有任何的抗拒能力 总是想站为己有 似乎对刀的那种喜爱 突然就走到极端了 所以才会有了 那次入宫偷刀的事情 后来 谭金觉得 自己可能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 杨采生上门来盗刀了 谭金那次受了重伤 当时杨采生的确是被抓住了 但是荡业就逃走了 然而此事已经上报 谭金生怕皇上认为 他是为了脱罪 捏造事实 罪加义等情急之相 他兵部的朋友 托人弄了个准备 发配边关的犯人过来 冒充杨采生 才会有了后来 杨采生被次次发配的事情 谭金伤好之后 得到了清判 他归隐祖宅休养 然而 过了几天清静日子之后 谭金意外地发现 自己的病好了 从那天开始 他也没之前 那么贪恋刀这样的东西了 似乎恢复了正常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 谭金明白 他一切的问题 都是因为那把断头刀造成的 这是把能让人堕入魔道的妖刀 谭金开始查阅大量的古籍 想寻找出一些 关于断头刀的讯息 在调查中 他发现有一种刀 叫血刀 这种刀通体 绣红色或者血红色 据说是具有妖力 是由深埋于地下的赤铁矿 锻造而得 之后谭金就开始四处寻找 最终在刀斧镇 找到了类似的赤铁矿 其实后来 怎么平息事件的呢 谭金的方法很简单 让村民将矿藏 和已经锻造出来的刀剑 都扔回去 用泥埋起来 而锻造刀剑的师傅 以后在锻造时候 穿上厚厚的棉袄 戴上面具 避免跟刀剑接触 没过多久 其他人也痊愈了 谭金一直没离开这里 更明改姓居住下来 就为了找到这个 矿藏的真相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